我們看這題目 設一等比數列 首項為3 末項為-384 和為-255 求其像素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假設 公比 為R 然後像素 為N 那麼根據這條件 末項為-384 那首項是3 所以3乘以R的N-1次方 這等於-384 那由這裡呢 等到兩邊 我們同除以3 可以得到就是R的N-1次方 這等於-384 除以3呢 是-128 那這時候呢 等到兩邊 我們再同乘以R 我們就可以先得到這是R的N次方 這是等於-128R 我們先得到這式子 那麼接著再利用這條件 和為-255 那麼和呢 是 這是R-1 分之首項是3 分之首項是3 1是等於-85 乘以R-1 那這裡乘以R的N次方 那麼這裡R的N次方呢 我們換成是-128R 所以呢 這是-128R -1 這等於這等於這等於這次方 這等於這一次的乘以R 所以這時候我們將-128R 一向過去那85呢一向過來 那我們得到這一項過去變成是128r-85r 所以是43r 那麼等於這一項過來變成-1-85 所以是-86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算出 這r是等於-2這個值 因此呢我們將r等於-2代入 這個式子裡面 所以這裡呢是-2括號的n次方 這會等於-128再去乘以-2 所以負得正我們這裡得到 這是256 那256 這是寫成-2括號的8次方 所以呢我們就算出 這n是等於8 這個答案 我們就算出來了 再說吧 再說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